其實台灣善意一直都在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不管中國發生天災地變 那其實台灣都是最早 捐款協助或者是 幫助最多的國家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是非常希望 中國能夠看到 這個事實 那另外呢就是兩岸的交流互動 或者是合作創造 雙方共同的利益 那這個也必須要雙方面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中國其實大可以不必 對台灣 盡情無功武嚇 這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就是說 在未來 當然這段時間大家彼此 彼此大家 都能夠認知到 台海和平穩定 對中國來講 或是對台灣來講 甚至對國際社會來講 都是有好處的 那在未來呢 他們能夠做一些 改變 那我覺得我們合作的方向 這個我也講過很多次 我們不妨就先從 天災地變 傳染病 如何來建立一個 互相合作的管道開始 這個是符合兩岸人民的福祉 這部分是應該可以先做的 這部分是應該可以先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讓我們來講